我们刚刚新闻一开始跟大家讲到的是 这个可塑剂是DEHP 那这就是育生公司所生产的 那另外我们现在来谈到的是 这个滨汉公司他们添加违法的DINP 究竟什么是DINP呢 DINP是塑化剂的一种外界称为可塑剂 他们对动物的急性毒性比DEHP的低 几乎是不会影响实验动物的生殖或发育 但是用在大鼠和小老鼠的 长期饲养的严重中心来看的话 他们就发现了这个DINP 对肝脏和其他器官具有毒性 可能会增加肝细胞瘤的发生率 新北市卫生局下午来到板桥这一家全联 在架上赫然发现 同一保健运动饮料 还有肾香针综合蒟蒻都没有下架 店员自称不知情 赶紧将有一律的产品立刻下架 而在日前追查卫生香料有限公司 向由厂商有名工业原料行 因为隐秘起名记得确实流向 新北市卫生局 依食品卫生管理法重罚 并废止营业证兆 民化工厂的话 它因为它有规避 就是提供不实的一个资料 那卫生局在昨天的第一时间 已经以口头勒令停业之外 我们建议补个行政程序 就把处分书送达去 以最高的行政处分 以及它那个撤销 它的营业登记事业许可证 而新北市调处也会同台南市政府卫生局 封存使用冰焊香料产制 还有DIMP的产品 究竟什么是DIMP DIMP是可塑剂 它和DEHP都是塑化剂的一种 但两者相比 DEHP的毒性较强 停留人体的时间较短 而DIMP毒性较低 停留人体的时间虽然较长 但容易被人体迅速代谢 可是学者担心 为这两个同时存在人体相互作用 毒性恐怕会更强 卫生署也表示 DIMP可塑剂 虽然几乎不会影响 实验动物的生殖或发育 但是在大老鼠和小老鼠 长期饲养的研究中 发现DIMP对肝脏和其他器官 具有毒性 也可能增加肝细胞泄流的发生率 记者是小青 谢奇文 台北报道